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们前辈们跟我们总结出来的方法就是说 你把闭环系统的零点基点分布在S面当中画好之后 把主导的闭环基点留下 非主导的闭环零点去掉 偶积字也去掉 那么高阶系统就成为降为低阶的了 低阶系统你照我们书上的表格去套公式 叫做零点基点法 当然 现在我们计算机技术很发达 那么你在计算机上来做这个系统的动态响应的话 你接触再高也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你手头要有计算机 而且把计算机的启动起来 那么如果你估算的性能的方法如果掌握熟练的话 那么你在没有电或者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 这样能够解算 解算出来的性能指标 或许精度上不是那么非常高 但是从系统分析的角度来讲够用了 在这个高阶系统这个问题 我们重点要掌握一个主导闭环极点的概念 这是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稳准块当中的稳的问题 稳定性的问题 那么稳定性的问题是要求大家要牢固掌握的 那么这里边有三个问题 一个是稳定的概念 什么叫稳定呢 说一个系统当干扰加上了以后 它的系统会偏离开原来的平衡位置 那状态会偏离开原来的平衡位置 如果这个扰动去除之后 这个系统它有能力自动的回到原来的平衡位置 把具有这种本领的系统称之为稳定的 否则称之为不稳定的 那么对于线性定常系统来讲 你要判断系统稳定性的话 那你就看这个线性定常系统 它的单位脉冲响应是不是回零就可以了 单位脉冲可以看成这个非常典型的 这样一个干扰信号 就在T等于零的那个瞬间 给它系统给一个波动 那么完了以后呢 扰动就去除了 那么如果系统的单位脉冲响应回零的话 这个系统一定是稳定的 否则一定不稳定 那稳定的冲销条件我们证明了 一个闭环系统如果它要稳定的话 那么充分必要条件是 这个闭环系统的所有特征根 也就是所有的病环基点 都必须严格的落在虚轴的左边 不能落在虚轴上 更不能落在右边 只要有一个根落在虚轴的右边 那么这个根所对应的模态就会发散 有一个模态发散了 那这个老鼠屎就会害一锅汤 整个系统就会发散了 这是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 这个稳定充分条件呢 它虽然告诉我们这样系统稳定不稳定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但是这个条件运用起来不太方便 那问题在哪 就是你要解这个高阶的特征方程的根 这个事情在代数上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个好的办法 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 既不直接解特征方程的根 又要把闭环稳定性的问题要判定了 怎么办呢 我们讲了一个稳定判据 稳定判据当中有一个必要条件 说这个必要条件呢 把特征方程写出来 那么特征方程的首相系统如果是正的话 那么其他的系数都必须要大于零 满足这个条件的未必一定稳定 但是如果你不满足它 那一定不稳定 如果这个条件都不满足 你要你就不用再往下做了 你一句话就说 这个系统肯定不稳定就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了个劳斯判据 劳斯判据是要求大家 要一定要熟练掌握到位的 劳斯表怎么列 出现特征情况怎么去处理 那怎么运用劳斯判据 去判定闭环系统的稳定性 以及当有未定参数的时候 要使系统稳定 那个参数应该怎么去定 这是上节课我们讲过的 那我们看看我们第三章 它的这个目录 现在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把这个 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的问题讲完了 概述的不说 第二第三第四 都是讲稳准快当中的那个快的 分一节二节高阶系统讲的 快的问题解决了 那么稳的问题 我们上节课用了一节课的时间 把它讲完了 稳准快 稳快讲完了 今天留下一个准的问题 稳态误差的计算 今天我们要 这个讲这个稳态误差的计算的一部分 剩下还有一点等我们下一次 下一次再说 今天的内容 是要求大家要熟练掌握的 你务必把今天我们讲的内容要掌握到位 首先关于稳态误差 我们有这么些说法 稳态误差是系统稳态性能的指标 它描述的是控制系统的一个精度的度量 那比方说 我有个火炮系统 我都瞄准去对着飞机 飞机从我面前走过去了 我瞄准去对着它 对着它 我就要求火炮也要准确无误的对着飞机 否则的话 你在前面对着火炮跟着 跟着老是差那么一点 那你飞机就老也打不下来 所以这个稳态误差是系统达到这个信号输入以后 系统达到稳态以后 系统跟踪输入信号的那种能力精度的一种度量 这是这个关于这个准的问题 那么我们说要计算系统的稳态误差的话 以系统稳定为前提 那么你只有系统稳定了以后 那你这个信号给它以后 这个系统才会跟着你走 哪怕跟不上它会跟 如果这个系统干脆不稳定 你给它信号的时候 它干脆不理你 它自己就跑了 所以对于不稳定的系统来讲 你不要指望 你不要指望它能做任何事情 这个稳态误差的事情也别考虑 动态性能指标也别考虑 首先把这个问题先弄稳定的再说 所以呢 这个稳定的系统计算稳态误差才有意义 那么所以我们再往下讲的时候 讲计算系统的稳态误差的话 你首先要检验一下系统稳定不稳定 稳定了以后再去计算 如果这个稳态误差和稳定性的问题出现矛盾了 稳定性的问题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相对稳定性来讲 稳态误差的计算还是次要的事情 稳定的问题解决了以后 才能谈到稳态误差的计算问题 这是这个关于稳态误差的问题 另外呢我们说 我们这个在课程上只讲 只讨论系统的原理性的误差 如果由于一些非线性的因素引起的那些 那些非正常的那种非原理性的误差 我们不讨论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比方说 这个系统呢是一个 我们全体就把它当成一个火炮系统吧 这是火炮 然后呢火炮的这个方位角呢 测回来了 通过这个传感器 这传感器的传点函数HS 然后和我的瞄准机信号相比了 比完以后呢我把这个误差通过放大 放大以后呢加到电机上了 这个电机假如说啊 这个电机假如说 它是带的那个火炮比较重啊 然后这个 你这个误差 加到火炮输入端口的那个误差 小了以后呢 电机不转 它停在哪 啊 带不动 只有这个信号 微信号大了以后呢 它才拖着火炮才跑 那就出现这种情况 就说如果我这个 这个输出的这个炮口和你这个瞄准机的炮口 误差不是太大 它刚好就落在这个死区里边 那这个现在误差没有消除 但是到了这个电机这地方呢 它不转了 不拖着火炮继续走了 那么这个误差不就留在这了 这种误差呢 我们说是由于非线因素造成的那种非原理性的误差 这种问题我们不讨论啊 完全这个系统当中的 完全是满足线性定常系统的那种特性的 不出现那种非线性的原物件 那么由这样的产生的那个原理性的误差 讨论的是这样的误差啊 那么还有关于这个无差系统和有差系统的概念 在前面做作业的时候作业上提到这个概念了 我们现在把它说一下啊 那么我们说通常 注意这个话啊 通常在节约输入的作用下 如果没有原理性的文态无差的话 我们把这个系统叫做无差系统 啊 这个无差系统是指 特指是在节约输入作用的情况下 文态无差等于0 那么把这个系统叫做无差系统 啊 如果在节约作用的情况下 有文态无差 文态无差消除不了 那我们把这个系统叫做有差系统 但是 一个无差系统 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差 它只是在输入在节约的作用下 是无差的 如果输入变了 变成一个斜迫信号 它的文态无差 这个无差系统有可能就是有差的了 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嗯 啊 无差系统和有差系统 专门是针对节约输入而言的 节约输入作用下没有文态无差 说它无差系统 但是这个无差不是永恒的啊 你输入变了以后 它这个误差有可能就存在了 啊 这是这个概念 下面我们看看 我们既然讨论文态误差了 那么什么叫误差 什么叫文态误差 把这个定义搞清楚啊 那么关于文态误差呢 关于误差呢有两种定义 一种是按照输入端定义的那个误差 也就说什么呢 我把这个输入信号看成标准的 它就是引导被控对象的被控量 它走的那个标准的输入啊 那么我这个这个实际的输出呢 通过一个传递函数到这来了 到这有 这的信号和你这个输出就不一定是一样的了 啊 那么两个一减 以输入为准和反规信号一减 把这个地方我们原来把它叫做偏差的 那现在呢就把偏差定义 定义成误差 那么这个这个误差呢叫做 按照输入端 以输入端为准定义的误差 它的具体表达形式就是 误差等于输入直接减掉反规口的信号 清楚这意思了 偏差就是误差 这种这种定义呢叫做 这个按输入端定义的误差 就把输入看成是一个标准的 以输入为准 然后你输出变形就没变了没变了没关系 就直接和反规信号相减就完了 定义这个偏差作为误差 这是按输入端定义的误差 另外呢 还有按输出端定义的误差 输出端定义的误差呢 我们把这个图呢变形一下 变成这样一个表达式 你看通过它 看啊 那么我把这个输入口原来是从这加进去的 现在呢把它把这个比较点呢 后移到这个地方来 移到这来 首先把这个复号呢 顺着这个信号流动的方向 把它捋到这来 捋到这来 这可以吧 把这个复一啊 这个复一反正是反规通道成的 你成在它后边 成在它前面都无所谓 把它穿过它 拿到这来 可以吧 可以啊 然后呢 你看 这个原来这个比较点在这儿呢 现在把它挪到这来 挪到这来啊 挪这来 直接挪到这不行吧 直接挪到这不行吧 因为什么呢 原来人家直接就进去进到这里边了 你这么绕过来 又多乘了个h吧 多乘个h怎么办呢 先除个h 再乘个h 这么过来 等效的 对吧 变成这样的东西呢 你看 你把这两头抓住 拽斩了 这个东西不就甩到这来了 这就成了 这个东西就成了反规通道了 然后它和它就成了前向通道了 看出来了吧 变成这样的东西了 变成这样的东西的话 原来这个误差呢 是在记这个口 就按输入端定义的误差 是在记这个口 在这儿 记前面 那你按照输出端定义的误差呢 就是硬把它画成一个 类似于单位反馈的这样一个东西 以输出为准 输出直接就反馈回来 和这个信号相比较 把这个地方的这个信号呢 定义为误差 以输出为准 输出是啥 我就说啥 那么显然这个误差 按输出端定义的误差 和原来这个误差 按输出端定义的误差 不是一回事 两种定义 那么这个按输出端定义的误差呢 这个误差是在这儿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等于这样的表达式啊 R除上H以后 到这儿来了 再减叫C 直接减C 看清楚了 这么定义的啊 定义不一样 那么我们讲啊 讲这个 从概念上来讲 这个误差的事情是怎么说的呢 就说 这个系统响应达到稳态以后 它的实际输出 对于理想的那个输出 那现在就问题就是 这个理想的输出 怎么来定义 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了啊 那么你假如说 像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我实际输出在这儿嘛 那么你如果把输入 当成是理想的输出的话 那人家这地方不是实际输出啊 所以这个按数段定义的误差来讲的话 有点有点叫人 不是那个要说的那个意思啊 但是按照输出段定义的误差来的 这个确实是实际输出了 但是 现在这个输入在这儿呢 它经过这个东西 一出以后到这儿以后 你说它就是实际的这个理想的输出 也未必然 就两种定义都有不到的地方 可以理解这意思吧 你这么两个 所以说有两种定义 但这两种定义也没关系啊 就是说什么呢 你看 你这个定义和这个定义是两边比较一下 你看 这个东西如果等号 把这个等号两端同时出上一个h的话 是不是就变成它的 对吧 而且从这个图上来看的话 就是说 这个E信号 E1撇这个信号 乘上h以后就是它的 所以 你不管是按数段定义吧 按数段定义吧 你按照数段定义了以后 你非要算按数数段定义的误差 那就把它倒一下去了 它和它之间就差一个h 没关系啊 那么从这个方便的角度来讲 我们以后如果不专门说的话 我们都是定义按照以数段定义的误差去讨论的 因为什么呢 这个这样一个按数数段定义的误差呢 它毕竟是我们人为的把它倒了以后给出来的 实际系统当中这个信号口未必真有那么个信号口可以去测量的 而按照数段定义的误差 那就是你输入信号 减掉反馈信号 这个地方信号是实际存在可以测量的 而且就说你要非按这个定义来算的话 你把它算出来没关系 你把这个它算出来 它算出来以后你把这个h除一下就回来了 清楚了吧 如果我们以后不专门说的话 定义的误差都是按照数段定义的误差去计算 好了 误差的概念搞清楚了 那么再定义稳态误差 什么叫稳态误差 稳态误差定义啊 稳态误差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误差当时间趋于无穷的时候的那个值 叫做静态误差 而稳态误差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叫做静态误差 这个静态误差就是它 当时间趋于无穷的时候那个值 叫做静态误差 是稳态误差的一种说法 理解吧 好啊 另外还有一个误差什么的 叫做动态误差 动态误差是什么呢 说这个误差 这个误差随着时间变化 它是有个变化规律的 如果这个静态误差 它当时间趋于无穷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值的话 那么动态误差也就是这个值了 没有关系 如果这个静态误差 随着时间是越来越大了 你只能说这个静态误差是等于无穷大 但是它随着时间变化的规律我不知道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动态误差 动态误差呢就是 稳态就是这个误差当中的 这个ET当中的那个稳态分量 把ET 这个S如果不要的话就是误差 它随时从零到无穷大 有一个响应的过程 那么那个响应当中的有稳态分量 有顺态分量 把顺态分量去掉 剩下的那个稳态分量 叫做动态误差 清楚了 当你这个误差随时间 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 无穷大 给不出它误差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来 这个动态误差可以看出它的先行逐步来 它是按照 越来越大了以后 它按照什么规律 越来越大的 从动态误差当中可以看出这个信息来 明白明白这意思了 听清楚了 那么我们课程当中 重点的就是误差是按照数段定义的误差 就是我们原来说的偏差把它当成误差来看 那么讲这个稳态误差的计算 就是特别强调静态误差的计算 今天我们就解决静态误差的计算的问题 关于动态误差不作为重点 要求大家了解理解的 但这个事情放到下一次课去说 今天讲的就是静态误差的计算 这是要求大家要熟练掌握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误差和稳态误差定义搞清楚了 那么计算稳态误差 现在说的是静态误差 计算静态误差的一般方法 我们归纳一下 首先计算静态误差的一般方法 首先我们说计算稳态误差 首先系统得稳定 所以你现在要判定系统稳定不稳定 如果不稳定你不要说了 这个系统稳定的不稳定 你求稳态误差没有意思 稳定的情况下做什么呢 第二步 求误差传递函数 误差传递函数 误差传递函数 你看这个误差传递函数 我们有两个 一个是按照输入 输入引起的误差 这个传递函数 φE表示R入E 偏差作为输出的 这个传递函数 就是R入E出 这个E是由 控制输入引起的那个误差分量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有干扰 好 那么这个φE 是由N 引起的那个误差分量 叫做干扰作用的误差传递函数 N入E出 这个E是由单独由干扰引起的那个误差分量 把这两个合到一起 你要求系统的总的误差的话 那么系统的总的误差用中置定理 注意看这个式子 用了个中置定理 中置定理怎么说呢 这个S 曲极0 曲极线S 这个S是中置定理当中规定的啊 然后这个地方应该写 总的那个E 大ES 对吧 现在这个大ES呢 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由输入引起的那部分 还有干扰引起的那部分 总过这个合到一起 是总的那个大ES 这就是 文态那个那个中置定理 对吧 你按中置定理做就行了 这是计算文态误差的一般方法 这个方法是通用的 碰到什么样的情况 用这个方法来做 都没有问题 下面我们举例子来看 系统结构图告诉你了 在这儿了 那么 现在的呢 它的外作用有两个 一个是控制输入R 一个是干扰 分别加在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个输入和干扰的 都是单位斜坡 现在要计算一下 这两个外作用R和N 同时作用的时候 引起那个误差 是多大 啊 稳态误差 就是静态误差 那个概念啊 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步 看系统稳定不稳定 对吧 稳定不稳定的问题 怎么解决 把特征方程找出来 把特征方程找出来 对吧 那么 最后 你看啊 我现在上了 直接就把这个 phi e s 就是误差 就是这个 误差传递函数 写出来了啊 那写出来 这个东西肯定要用的 对吧 你求它输入引起的 那个文态误差 肯定要求它 对吧 它等于什么呢 是R入一出 前向动态传递函数 等于1 对吧 它作用的时候 当然就不考虑它了 输入在这 输出在这 这只有一个回路嘛 这是 第二就是 这个 p1等于1 data1等于1 对吧 然后底下是 1-负的这么多 拿过来 1加它 它就是它 对吧 然后呢 把分子分布同时 成这大东西 表示成这个表达式了 我们说 这个 结构图给你了以后呢 写这个系统对应的特征式 这个特征式 只和回路有关 和你的外作用在哪 输出在哪 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特征式 对于任意的 你说你给这个结构图 给定以后呢 你不管你的输入在这儿 输入在这儿 还是输出在哪儿 这个特征式是大家共有的 是系统固有的 一个特性的表征 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那么你不管是 你怎么求 求传递寒入也 求闭环传递寒入也 而从开环传递入手也 最终它的特征方程 特征多样式 都是它 都是一样的 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所以呢 你这个东西反正要 里头又包含了特征多样式 那么我直接把它写出来 现在特征多样式呢 就等于它 让它等于零 就是特征方程了 怎么才是这个系统稳定啊 这二阶的 对吧 那么它的系数都大于零就可以了 T大于零 K大于零就够了 假说现在这个条件呢 是满足的 系统是稳定的 那么接下来怎么做呢 先求 ESSR 这个R表示 R 控制输入单独作动的时候 那个产生的稳态误差 用中置定理 中置定理 稳定性的问题解决了 这个是由输入引起的稳态误差 用中置定理先做一下 这是S区域0 S 这就应该是按照输入引起那个 稳态误差的那个 就是误差的那个那个 那个向函数啊 它等于这个表达式 现在这个R等于T 所以呢 这个S照写 这套东西是它拿下来 然后这个R呢是歇波嘛 就是S平方分之一 对吧 然后令S 你看这个S 和这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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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约 约掉啊 上面 让S都等于0的话 上面剩1 底下剩它了 是k分之1 k是这个系统的 开环增益 开环增益啊 是开环增益吧 开环传电击数就是它嘛 开环增益 是开环增益的倒数 这是单独由它等于 斜波函数引起的文态误差啊 也就是这个时间区无穷的时候 这个它的值是等于k分之一啊 那接下来再算这个干扰作用的情况下的误差 那要写N入一出的传递函数了啊 N入一出前向通道是这样的 是负的它 负的它 这个东西和它一样 对吧 然后呢分子分母同时呈它 把这个东西呢挪到外边来 把它呈上去后呢变成它了啊 变成它了 那么再用中之定理啊 中之定理现在呢就是 就是φN乘N N现在呢也是斜波 φN放到这里 那EN就是误差呢 那个干扰呢也是斜波函数 看 这个S有一个S 这个S和这个S约掉 剩下的S让它等于0 就是k分之-kn kn kn在这儿 对吧 那么线系统满足叠加原理 两个作用分别产生的误差呢 叠加起来就是总的误差啊 所以呢总的误差等于 E-SSR E-SSN加起来等于它 它俩加起来是它 中之定理计算 用这个稳态误差计算用中之定理 清楚了吧 就这么来做啊 那么从这个表达式上当中 我们分析一下 产生稳态误差它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啊 你看这个文态误差的表达 表达式当中有k有kn kkn 这都是系统自身的参数啊 所以呢文态误差和系统自身的结构参数是有关系的 另外呢和外作用的类型也有关系 外作用类型就是指你到底是控制输入引起的呢 还是干扰输入引起的 以及如果干扰的话 干扰作用点在哪 这都有关系 清楚了吧 啊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动态性能指标啊 就是超常的调节时间 计算动态性能指标的时候 加的输入大家都是一样的 标准的都是节约啊 都是节约 但在计算稳态误差的时候 没有规定这个特殊的这样一个输入信号 输入信号可以是脉冲 可以是胁剥 可以是加速度 啊 那么这个你不能限制就是说 文态误差跟跟踪的信号还是一样的 那不行啊 输入就不局限于单位节约了 它可以是胁剥 可以是加速度啊 那你给定一个信号以后 这个系统跟踪你这样的信号 达到文态以后 它的那个文态误差计算 那你输入不一样 那你当然这个文态误差的值也就不一样了 啊 这说明一下 这是用一般的方法来计算系统的文态误差 三部曲 判文求误差传递函数 用中之定理 啊 好了 我们现在把 还是刚才那个提干扰不作用了 就是这个输入作用 但是输入现在呢 取不同的形式了 一个是接约型的 一个是斜波型的 一个是加速度型的 啊 那么输入的强度呢 这个就是这个强度为A A可以不等于1 如果A等于1的话 就是单位接约 好 那么 现在看 这个系统的误差传递函数 这个输入 刚才我们求过了 就是这个较大师 直接把它放在这啊 稳定性的问题 刚才也讨论了 只要这个T和K都大约的话 就可以了 那现在就说 输入分别取接约型的斜波型的加速度的时候 它分别的稳态误差是多少 那我们直接就用那个中置定理就可以了啊 当输入是接约型的这样的输入的时候 稳态误差等于这是这是把它拿过来 这个输入这个就用它的输入的项啊 S分之A A是它的这个系数强度 那这样一来以后 你看这个SS和它约掉一个 上面还有一个S 当S去0的时候 稳态误差就等于 0了 对吧 等于0了 等于0了以后 这个系统我就说它是一个无差系统了 这不接约吗 接约作用的时候 稳态误差等于0 这个系统是无差系统 对吧 那刚才说的无差系统的定义 接约输入的时候 这个系统的稳态误差等于0 那么它就是无差系统 这是无差系统 那么再看 输入呢 提高了一个档次 我用了档次这么个词 教科书上没这么说的 所谓档次就是说 你T的次方数越高 它的档次就越高 这是T的0档次的输入 这是T的1档次的输入 大家理解就可以了 那在这样的输入情况下 那我计算稳态误差的话 就是把这个输入项 还是换成它的项就完了 对吧 那这地方都一样 把它换成 幅值是A 然后是单位斜坡的 像还是S平方分之一 这样一来以后呢 上面两个和两个一约 最后取其线了以后呢 就是一个非0的长值了 和输入的那个强度成正比 和开环增益成反比 非0的长值了 这个无差系统 当输入提高了档次以后 它就不一定是无差的了 清楚无差系统的意思了吧 是 这样子 好了 我们再把输入档次 再提高一个档次 提高成个T的2次方的 这样的档次的输入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不做别的 就把这个原来这个输入的像函数下 变成它的像函数就行了 它的像函数是 S三次方分之A 看 现在呢 底下有三个S了 上面只有两个S 约掉以后底下还有一个S 当S取近0的时候 无穷了 一个无差系统 它的稳态无差 可以等于无穷大 清楚了吧 就是说 这个稳态无差 和输入的形式是有关的 理解了吧 你看 你这个火炮 对准一个位置停下来了 那这个瞄准区就停下来了 那火炮跟着它 跟上容易 那你假如说火炮是这样走的 那那个那个 瞄准区是这样走的 火炮跟着你就不容易了吧 然后你在加速度越跑越快了 火炮再跟着你 那就更不容易了 这可以理解吧 就这意思啊 那好了 我们再归纳一下 这个影响文态无差的因素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和系统自身的结构参数有关之外 你看这里边 和K和开环增议是有关的 对吧 那么还和这个外作用的类型 也就是说到底是R输入呢 还是N输入的呢 以及N作用的话 它的作用点在哪 都有关系 另外呢 还和外作用的形式 到底是节约的呢 斜拨的呢 还是加速度的 和你输入的那个档次有关 档次越高 越不容易跟上 理解了 好了 这是我们用这个充值定理 就一般的方法来计算系统的文态无差 那么我们再看 这个计算稳态误差的一般方法 这是计算稳态误差的一个方法 给大家介绍清楚了 下面呢 我们讲一讲 静态误差系数法 这也是要求大家要劳固掌握的 都是用来计算静态误差的 也就是说 误差这个值 当时间趋于无穷的时候 它对应的值是多少 就计算这个 那么我们在为什么引起这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在系统分析的时候呢 经常要碰到 当控制输入这个作用的时候 它引起的文态误差的计算 那么对于这种问题是大量存在的 所以我们单独针对 控制输入引起的时候 它的文态误差的计算的那种一般规律呢 我们做一个讨论 能够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呢 能够省一些事 这么来做 那么我们 这个 这么来看啊 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个系统 它这个结构呢 是这样一个结构 是前样通道传递函数 G1 反规通道传递函数是H 那么 我们现在 把这个开环传递函数写出来了 开环传递函数就是 把闭环传递函数的 反规通道 诸外空中的打断 这个符号不要 把前样通道传递函数 和反规通道传递函数 乘到一起 开环传递函数 这个开环传递函数 一般的来讲 它是关于一个S的有理分式 分母部分是一个多样式 分子部分是一个多样式 假如说我把这个分子分母都 因识都分解开了 那么上面呢 有一阶符和微分等等的 下面有惯影环节 积分环节 写成这个表达式 总是可以的 对吧 一般总是可以写成这样一形式的 现在都化成是 尾一型的了 这个K叫开环增议 对吧 在这个开环传递函数当中呢 有V个纯积分环节 这个开环传递函数当中 有V个纯积分环节 总是可以写成这样的表达式吧 写成表达式以后呢 把这个开环增议和 开环增议和这个S的微次方提出来 剩下带括号的这些东西写成G0S 清楚这意思了 也就是G0 G0就等于开环传递函数当中 把这个K拿出来 把基本环节全部拿出来 剩下的这些东西 显然这个G0当S趋近0的时候 它是趋近1的 对吧 我们写成这个表达式 以后分析问题方便啊 在这个里头呢 我们对于开环传递函数当中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是它直接影响文财户差计算的 那么一个是开环增议 这个以前我们讲过了 现在熟悉的啊 还有一个呢叫V V就是开环传递函数当中 纯积分环节的个数V 我们把它叫做系统的行别 这个这个参数你格外留心一下啊 这个行别是对闭环而言的 说一个闭环系统是极型的 那你需要把这个闭环系统的主反通道 打断 把它的开环传递函数拿出来 然后看开环传递函数当中 有几个纯积分环节 开环传递函数当中 包含几个纯积分环节 这个闭环系统就称之为极型的 听明白了 好反过来说 一个闭环系统 你问它是极型的 怎么做呢 把它的主反通道通道打断 把开环传递函数拿出来 看开环传递函数当中 包含了几个纯积分环节 那么这个闭环系统 就称之为极型的 清楚了 啊 这个形别 一个K 开环增益 一个V 系统形别 在计算稳态误差的时候 是系统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啊 留心一下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要归纳 当控制输入的 作用的情况下的 稳态误差的那个规律嘛 那当然你要从一般的方法去讨论 对吧 就用一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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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制定理那个方法 就前面我们讲讲过的啊 那把系统的误差传递函数写出来啊 这个R入一出 R入一出 枪通道传递函数1 特征是1-G1H 写在这啊 那么这个这个G1H就是开环传递函数啊 在这儿 他写成这个表达式了 那我把G1H用这个表达式表示啊 这就是系统的 误差传递函数 对吧 没问题 跟得上吗 好啊 好了啊 那么有了他 假说这个系统稳定的啊 稳定的问题我们放过啊 这个用中制定理啊 中制定理是S去运0S phiE R 这就是那个大E S啊 然后让S去运0 那么把这个开环传递 这个把这个这个 误差传递还是写成这个表达式啊 这个表达式啊 这个表达式就是计算 系统计算稳态误差的 一般的表达式了 对吧 你要确定这个值到底是多少 你首先把输入要确定 输入不一样 稳态误差也不一样 另外呢 对于系统来讲 你把这个开环增议和系统型别 要定定出来 对吧 从系统角度来讲 我们需要把这个KV定出来 对于外众用来讲 我们需要把外众用的形式 接约呢 斜波呢 要定出来 这才能最后把这个 文态误差的值具体算出来 对吧 那么我们 从这个表达式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文态误差显然和输入是有关的 对吧 另外呢和系统的系统的结构参数有关 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开环增议和系统型别 直接就摆在这儿了 它直接影响 文态误差的计算 对吧 好了啊 这个公式摆在这儿了 这是个一般的公式 你要具体计算 当不同输入的情况下 它的文态误差怎么计算 我们还要分门别类的去归纳 那看 这个一般的公式摆在这儿了 文态误差等于什么呢 刚才我们推出来的公式是等于 和输入有关 和系统的开环增议和系统型别有关 这两下数 开环增议和系统型别 都是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当中的两个参数 你找它 把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找出来 开环增议和系统型别就能定出来了 好了 这个一般的公式放在这儿以后呢 首先 这个R不一样 这个传递这个误差也不一样 那么 假如说 我这个输入用七月型的 就是零档次的输入 输入的这个幅值可以不等于1 那么套公式嘛 套公式就把它的像 R的RS像带成它的像就可以了 啊 这都不管了 这是 这个S是 这个就是 那个那个那个 中置定理规定的啊 这个东西就是 这是输入的像函数 它呢 就是它 它也可以写成它这种形式 那么现在呢 你看 这个S和S约掉一个 当S区运动的时候 这个A上面就是一个A 和S区运动没关系 照显 然后这个1是常数照显 然后取极限呢 就把它取到这儿来就行了 对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是把开环传递函数拿出来以后 直接让S区运动 取极限 我们把这个东西啊 取极限这个东西呢 定义一个名词叫做 静态位置误差系数 用KP表示P 就是那个英文位置 位置那个position 那个词的第一个字啊 这个位置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这个位置是针对输入而言的 我们把阶约型的输入称之为位置输入 听说了吧 这个位置为啥放在这儿位置呢 它是针对阶约型的输入而言的 那么这个静态位置误差系数怎么算呢 你就把系统的开环传电函数拿出来 直接令S区运动取极限 这个极限 就是叫做系统的静态位置误差系数 听说了吧 那我们把这个KP呢 代替代到这里面去 就得到系统在阶约型输入的情况下 系统的稳态误差就等于这个东西了 它和输入的强度有关 和静态位置误差系数有关 这个静态位置误差系数 它又和KV有关 先放在这儿啊 这个结果放在这儿 一会儿我们再讨论 那么阶约型的输入信号讨论清楚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斜波型的 斜波型的也叫速度输入 那么在代公式的时候 就把这个 它代成这个 这个 它对应的向寒数就在这儿啊 就在这儿编了一下 这样一来以后呢 这个S和S约掉一个 然后上面是A和这个S710无关 放在这儿了 这就变成SSG1H了对吧 那这个取极限的时候 让它分不取极限 这个S710就不管了 就剩下这个东西 是开环传递函数乘上S以后 令S710取极限 我们把这个极限呢 称之为静态速度无差系数 这个速度是对输入 是斜波型的这样一个 速度输入而言的啊 那么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把开环传递函数 直接乘上一个S 再让S取近零取极限 这个极限叫做静态速度无差系数 把它带到这个里面去 我们得出来 T的一档次输入的时候 系统的稳态无差计算公式 和输入的强度有关 和静态速度无差系数有关 这个静态速度无差系数 和K和V有关 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了 那看 这是速度型的 看加速度输入的时候啊 加速度 标准加速度是 单位加速度2分T平方 A是它的这个强度 那么把这个向函数呢 换成它的向函数 这样一来以后呢 你看这个S约掉一个底下 还有两个S啊 S平方S平方去极限 变成它了 这地方称S平方了啊 那我们把这个这个极限呢 再取个名字叫做静态加速度 就是这个输入是加速度输入 静态加速度无差系数 A acceleration 加速度那个英文词的第一个 这是V velocity 那么把这个东西称之为 系统的静态加速度无差系数 把这个开关传输入 称上S平方以后 再令S去10去极限 把这个极限带到这个里边来啊 那么整个这个公式呢 就成了什么呢 稳态误差和A输入的强度有关 和静态加速度无差系数有关 这个加速度无差系数和K和V有关 啊 现在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计算 稳态误差的一个表 对于不同形式的输入来讲 它的稳态误差的计算公式 T的0档次的输入在这儿 T的1档次的输入在这儿 T的这个2档次的输入 对应的稳态误差 公式都有了啊 这里边 A你输入给定以后 A就定了 然后呢 你这个KP KV KA 静态位置速度加速度无差系数 它的计算公式都摆在这儿了 这是 这是KP的 这是KV的 这是KA的 对吧 我们把这个结果 归纳为一个表格啊 这系统的形别 它可以是0型 1型2型 输入呢 可以是 这个 我们把这个表头放好了啊 这首先要计算一下 静态位置 静态速度 静态加速误差系数 这个系数计算好了以后呢 那么稳态误差计算公式 我们刚刚推出来了 阶约性的 位置性的误差 这么显 速度性的误差 这么显 加速误差的这么显 对吧 那么我们要分别讨论 当系统的形别不同的时候 这个稳态误差该怎么计算 表头列好以后呢 我们来看 对于零星系统 它的 kp静态位置 误差系数 怎么算呢 公式在这 系统 形别等于0的时候 这个v等于0 那么这个值呢 k k是什么 开环增益 开环增益 那么这个系数和v有关 和k有关 k现在表现出来了 对于零星系统来讲 这个v是等于0的 那么这个kv 静态速度不差 系数等于多少 v等于0 那就s的负一次方 负一次方导上去是ks 0了 0了 这是0了 那这个呢 更是0了 对吧 好了 我们对于零星系统来讲 它的kp kvk 就这个值 对于1星系统来讲 kp 静态位置 误差系数 怎么写 这现在这个v是等于1了 当s310的时候 这就 无穷了 对吧 这个呢 v现在等于1了 这就没有了 就是个常数了 就是k了吧 这呢 0了 对于二星系统 这地方填什么 无穷 无穷 k 这表格 对于不同系统 对于不同行别系统来讲 它的三个系数 静态位置 静态速度 静态加速度 无差系数都有了 就为我们填这个 稳态无差这个表格 创造了条件了 啊 现在我们先看低行低劣 这个啊 这个表格 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应该填什么呢 说 对于一个零星系统来讲 输入 输入是t的0次方的这样的档次的输入 就是阶约型的输入 就是速度 就是那个位置输入啊 这地方填什么 A 比1加kp 对于零星系统来讲 它的kp 静态位置输入就是k 直接就写成 这个结果 对吧 它是一个非零的常数 对吧 那么 对于零星系统而言 如果输入的档次 提高一档次 变成t的1档次的输入的话 这个地方填什么 kp现在是零 拿零做除数 是无穷了吧 那么零档次的输入 再用二档次的这个 二档次的输入啊 多少 无穷 无穷了 它这个无穷比它还来得凶 对吧 好了 这是零星系统 当输入是 这个位置速度加速度的时候 它的文态无差 这两个是无穷的 只是说 当t区无穷的时候 这个文态无差越来越大 大到没有边了 但是它怎么大的 按照什么样的规律 增大到无穷大的 不知道 只是告诉你 这样一个文态值 再看一型系统 一型系统 当输入是t的0档次的输入的时候 这个地方填什么 1档次的kp等于无穷 带到这里边 1加无穷 无穷分之a 这是零 对吧 那么 一型系统跟踪一档次的输入 这地方填什么 这地方是k kv就是k 就是a bk 这个时候 文态无差 就是 一型系统跟踪一档次的输入信号 有一个非0的长值的文态无差 和a 输入的强度有伪成正比 和开环增也成反比 啊 这个地方呢 无穷 无穷 这儿 0 对吧 带到这个底下 0 这是无穷了 好 再看二型系统 直接说吧 0 0 0 k分之a 对吧 我们整理出这个表格来 按照这个规律 就你往下计算 假如说还有三型系统 还有t的加速度的速度输入 那就是 加速度的速度输入 单位的加速度的速度输入 就好像六分之t的三次方了啊 那么你再把这个表 再加一行 再加一列 这个表应该怎么往下推啊 这个结果往下走都是a比k 再往这边全是0 再往这边全是无穷的 对吧 一定是规律 那我们把这三这个三乘三的表格呢 用四句话把它归纳一下 听好了啊 说 一个系统它的行别确定了以后 行别确定了以后 它的稳态误差是随着输入档次的提高而增加的 档次这个词不规范啊 理解就意思就清楚了 当一个系统的输入的档次确定了以后 这个稳态误差是随着系统的行别的增加而降低的 当你的这个行别和输入档次对等的时候 是一个非零的长值 清楚了 你看 零档 这个 这个 V等于零嘛 这是T的零次方的输入嘛 这是常 这是常数吧 那么 V是一型的 然后 这T的一档次的输入是长值吧 清楚这意思了 啊 这是第三句 第四句 如果这个系统的行别高而输入档次低 文态误差 全是零 如果这个系统的行别低而输入档次高 文态误差 全部是无穷的 这规律记好了 对吧 那么这个表格所体现出来的规律啊 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们休息十分钟 接着再去讲它